吉祥 所以各位只要经过土地公庙 蒙阿波 山有山神 树有树神 这个婆罗门是修行人 仙人就是你看不见的神仙 他们就会一切都圆满吉祥 所以各位多念这个咒 再来 师者的利益 那我们不师的人呢 这里面写十条 后面还有二十六条 后面还有无量的 但是至少你会觉得 慈悲心很简单 就世间的福报你都有了 第一个 具足无量功德 刚刚说了 百千万亿黄金布施 把佛像都造成纯金的 所有的出家人 你供养他一百年 但是还不如 慈悲心布施 一点点食物给可怜的众生 所以你就可以具足无量功德 第二 寿命延长 长寿 第三 成就供养无量佛 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希望 供养无量如来 每一个佛的净土都要去供养 但是你吃悲吃死就成就了 供养无量的佛 第四 颜色鲜洁 你的外表皮肤 外表气色都好看 因为饿鬼道你吃的这些以后 他们就外表庄严 发光 为什么 什么叫甘露 这个也叫甘露咒 甘露一吃以后不会生病 甘露一吃以后身体发光 所以吃了甘露 恶鬼变天神 这个意思 那你给对方这么庄严 你自己当然也庄严 颜色鲜洁 各位这一点要多做 第五 强记 记忆力特别好 为什么 这些恶鬼道活了一百万年 他们最高 活到一百七十万年 每天都在想 有什么东西吃 有什么东西吃 终于你给它吃 它永远记着你 而且是记好了 那你也会变成强记 记忆力比别人好 不该记的都记不起来 该记的你都会背起来 你心里不好事背不起来 这个记还是记好的 所以阿难可以把佛陀 所讲的每一句好话 都记起来叫经典 但是阿难不会记住 别人骂他 所以各位 你有这种强记的力量 简单的说一句话 你给对方的好处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各位记住这句话 所以你让他恶鬼升天 你生生世世升天 有福报 第六 夜叉 罗叉 鬼等皆慰 你不用怕鬼 对众生好的人 众生倒过来还保护你 不会伤害你 你自然有那个力量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做皇帝 地藏经说了 下心含笑 亲手不失 一个乞丐 一只流浪狗 你很谦虚 叫下心 含得微笑 亲手给他 生生世世 被万人尊敬 很简单的道 你越疼爱这些最卑微的众生 那你反而被万人尊敬 所以你就变成有威得力 这些夜叉 罗叉 鬼 看到你不敢欺负你 还未尽你 各位这个要修 各位特别要行菩萨道 部分在家出家 你要让别人看到你 很想接近你又怕你 因为你看起来就比他高 不是你个子高 个子比你高得太多了 但是他看到你就会尊敬你 不敢伤害你 在你面前不敢讲假话 可以调伏他自己的坏心 第七 心得清净 内心永远快乐 慈悲 没有坏的想法 第八 正梵天 什么叫梵天 各位看过四面佛 泰国人喜欢拜四面佛 事实上那是上帝的意思 你有上帝的威得力 第九 一株怨敌常得胜 坏人害不了你 这就是燕青在主 还被你感动 第十 三宝意念 诸天永护 所以出佛菩萨 照顾你像他的眼睛 护法圣神保护你 所以各位经常 诗诗念诗辩诗咒 对被布施的 乃至我们布施的都可以得到大利益 所以来 大家念一下 这边前面那么多牌位 六道众生哦 念一下 平常各位就这样做啦 经常这样做 所以走到哪里 身上放在车上 一点点米啊 像我一样 我在车上 我虽然不会开车 我们菩萨在我 我一定会到 那个路我都会杀几颗 特别地下道 特别有车祸的地方 昨天一进新竹啊 一直杀一直杀 新竹大家快乐 发财啊 今天通通来参加法会 所以今天鬼比人多啊 但是这些鬼要升天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对你来讲是一颗米 对他们来讲 这颗米比黄金还重要 从鬼升天 而且愿生极乐 马上就生极乐 生极乐世界将来就成佛 所以各位 前面钞票很多 有没有看到 一张一张牌位 钞票 功德 帮助他们 各位中午也可以多写一写 好不好 各位写一写 我们会带着七天 台北有连黄七天 总南部我们都会 一直给他念啊 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佛 第二个咒 甘露水真言 各位前面看到水 一直在滴啊 所以以后你也可以 经常拿一些 会喷喷的水 或是现在有那种喷雾剂 你就可以放在家里的 一直喷啊 只要看到水的地方 就给他念这个咒 来 各位念一次 南无 索罗罗罗 丹汉堆 大字塔 奥 索罗罗 本来索罗 本来索罗 沙伯河 索罗 索罗 本来索罗 本来索罗 沙伯河 就像 就像你加拉瓜 大瀑布 哇 大雨 只要下大雨了 你就念这个咒 甘露咒 这个咒也叫什么 念一下 妙色陀罗尼 妙色就是很漂亮的意思 这些恶鬼道喝了这个甘露水 他的皮肤外表都变成最漂亮的 天人的像 所以永离饥渴 那这个太容易了 所以各位天天你都要喝水 天天都不吃几滴水 然后念久了你就背下来 那么索罗罗罗 你每天都会念几遍就背下来 滴几滴水 非常的吃 观音菩萨告诉我们这个慈悲的法门 如果你这样去做 然后得到十六种功德 大家一起念一下 念完才可以吃 功德 念下来 1. 寿命长远 2. 颜色疏美 3. 气力充盛 4. 心常欢乐 5. 变财无智 6. 恒无迹象 7. 口中相结 8. 人皆敬仰 9. 天神侍卫 10. 披舍遮鬼 现行共击 11. 身无其患 12. 危得如亡 13. 恶人恶鬼 间接生性 14. 得千伦亡乎 15. 梦见诸菩萨罗汉 16. 所生之处 所以世间所有福报 你都有了 长寿漂亮 气力好 心情好 口才好 永远没饥饿 嘴巴香 所有人尊敬你 第九 所有的神护持你 再来 最坏的鬼 也不会欺负你 披舍这鬼 还要献出他 变成庄严的形象 来感谢你 第十一 永远不生病 第十二 危得如转轮圣亡 第十三 所有不好的 都不会伤害你 还要看到你都欢喜 第十四 得千伦亡福报 各位 观音菩萨 有一千个转轮圣亡 所以你多念甘露水尘严 得一千个转轮圣亡的福报 得千伦亡福报 你这样可以帮助众生 第十五 都梦到诸佛菩萨 不会做坏梦 第十六 所生之处 世界称动 因为你有一千个转轮圣亡的福报 所以各位 简不简单 太容易了 慈悲 所以如果你有慈悲心 你就会去学这个 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来 我们大家念一遍好不好 那我来布施 各位用观想 这个不是那么小 这个比地球还大 然后呢 这个八个甘露水 就融入到所有六道众生 让他们离苦 我看到便当来了 可以吃饭 把豆腰了 愿意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宝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国 各位等一下用灾啊 今天这个灾犯 你拿来的时候 来 再给我念一次 他们便当来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供养冤亲在主 供养堕胎儿 供养往生排位 供养一切众生 恩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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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顿饭一定好吃 因为你做了上供下次 慈悲心 然后今天 瑟拉姐格西 在为我们做超度 所以各位多谢排位 今天他们是 观音菩萨超度法 那我们下午 大家会来念念大悲众 然后呢 了解怎么念大悲众 那这念大悲众的利益 好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 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 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配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品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 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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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没有三高 有二高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饭就比较没有那么 你就看着电视在配饭 上户关爱协会是民国98年立案服务到现在 那当时呢是想说为整个长者提供服务 那后来慢慢的从健康的长者服务过程当中 办了一些教育课程 然后健康促进的部分 才发现到有很多像身体不太健康的一个失能 慢慢的又发现到有一群失智的长辈也产生了 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让这个社区变成一个多元化的关怀跟照顾 所以就慢慢的推展以安养此生之余来生 让每个长辈觉得说他的生命虽然已经到了一个年迈 一个年龄层 可是他是还有功能 还可以为社会再做一个社区回馈的机会 社会局也非常的重视长辈的共产服务 因为呢如果以八点半来讲他们来上课了 然后到中午十二点 事实上也超过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 如果再走路回家已经超过四个小时半 那这个长辈可能回到家也蛮累了 那遇到一个独居长辈 他可能要再准备他的伙食也会觉得几分的困难 那准备一大堆又吃不完又觉得浪费 所以我们的工作团队我们的社工 我们的承办人员就想说怎么样来帮助长辈能够 在学习以后的共餐 然后帮助长辈没有一个吃的一个压力 1 2 3 4 5 6 7 8 降丢 倒丢 好 再来 一球 来 请 天呐 好 来 请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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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他们来这里上课的时候 只是来这里上课 纯粹上课而已 然后他们下课了又要赶快去菜市场包便当这些 后来我们提供了共餐的服务以后 长辈他们留下来吃午餐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分享的是说 来这边吃午餐很好 因为可以跟同学互相的认识 还有志工他们在为他们服务的时候 也很亲切 关爱食堂的意义就是能长辈能够走出户外 然后一个人在家里吃很无聊 可以带大家一起在这边一起共餐 这样子比较有温馨的意义是这个 上课得到的收获是觉得自己的精神也很好 那个角力也好 教一些朋友谈图 有一些尝试交流 都是蛮不错的 你如果说这个吃饭的时间 我是觉得说吃饭在这里大家很亲切 尤其它那个色香气泉都蛮不错的 那个菜尤其我们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们年纪已经到了 比较大 所以菜它都煮了 让我们吃都很高兴 就是它有烂 不会说很硬 也没有说很辣 所以正好配合我们也不会说太咸 所以我觉得它的菜 还是配的东西都蛮不错的 到这边来不用烦恼说 我今天要去哪一家买什么吃 来自工都帮我们准备的好好的 吃下去又健康又快乐 会想中素食为主的部分是因为想说 当时社会局是政府有在推展说 吃素就地球 可以改变地球的一个软化的一个机会 那当时我们跟长辈讲的时候 事实上长辈对这几个概念不是很支持的 可是后来我们跟长辈讲说 如果我们吃素可以让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很好的环境 而且也可以张有自己的慈悲心 事实上呢一个午餐 你就可以让整个社会改变 整个环境改变 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 也无形当中也造下了另一份好的善因缘 可以帮助自己帮助环境 也可以帮助子孙留下一个好的环境 所以后来长辈就从一百年吃到现在 从一天现在吃到五天都非常的开心跟接受 而且觉得非常的满意 我觉得中午在这里吃一个素食我感觉很好 对身体真的我就以我个人 我就感觉真的这个油好像烧很多了 对先生也是 因为他在家里就不喜欢吃菜 可是他在这里吃素食 我看他们一样都有吃完 我觉得很好 对他对我都好 还有这边的素食 我觉得说很OK 觉得说吃素食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善妇这边的志工大家都很亲切 还有同学们也很亲切 来到这边就是快乐感 还有心情 心情快乐 就觉得我很平静 我的恐惧症也好了 恐惧症也好了 加上心情快乐 所以说就每天就很期待说到这边来 那有些长辈他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喷条 他可能出来外面采办也比较困难 所以就会申请我们的送餐服务 那送餐就是我们的志工非常地优秀 我们的社工也就依照长辈的需求 比如他吃素 我们就会安排素食的部分 依照他个人的就是说比较期待的 也会帮他配餐 让他能够健康食材能够均匀 特有送餐也可以关怀长辈 也可以给他一个亲切的问候 看看他这一天的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需要特别关怀的 如果有就会回报给社工园做一个连线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为长辈付出的时候 是像长辈给我们的回馈也蛮及时的 像长辈陈寗讲说 他一个人在家吃饭是很孤独的 那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是一群人共餐 然后他可以选择坐在某一个他喜欢的地方 那因为有这个机会第一次以后 慢慢的就有很多长辈把他家的凤梨 刮剌 香蕉送过来跟大家分享 他说以前自己一个人吃会觉得 吃不完很可惜 现在他不用担心了 有人送太后他好像很欢喜 可以拿过来跟大家一起共享 我想这是也让长辈学习另一个 跟大众分享的一个机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有一根词 一尝词 当 memasangkata ma pati kulang matra mimang pagunang subi batang 当 meminam sara natamu bemi yatacadina maha palamahu catu susu jisu puri sayu gesu atacapukala tamadasathe sanggami mam sara natamu bemi do atacapukala tamada atacapukala tamad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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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ca atacapukala tamada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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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